有人知道,開冷氣是會暖,反轉冷氣又會變暖,神經病 你有沒有空反轉呢?拆那部冷氣,倒轉ON就重了,神經病 你可不可以把那部冷氣,是不是要這樣把排氣孔放進自己 然後呢,行不行? 或者將電視,不知如何調轉來弄,還是如何調轉來驅動的事業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樣?將喉堆下來,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這樣是不是就會暖呢? 即將排氣位調轉來堆入屋,是不是會暖? 不過這個很大工程,說真的 通常我冷氣的位置也是骯髒的,你要弄這些 已經弄到瘋了,只要托那部冷氣已經人都瘋了 你說雪櫃也當不了冷氣機這樣用,因為會排熱出來 意思就是將雪櫃調轉 因為雪櫃後面散熱的那些通常是熱烈烈的 那些又可以當暖爐,變了什麼熱櫃 你們會不會開那些焗爐當暖爐用? 你會不會這樣做? 神經病,肯定是很浪費電 肯定是被媽媽罵到非天 如果你這樣做,一定會被丟到你瘋了 我想問有沒有人回答我? 如果我現在開冷氣,我設定25度 這樣是不是會變暖? 還是會照樣很冷? 照樣吹冷風? 不知道有什麼雪種? 還是吹冷空氣進來? 有沒有人知道? 室內氣溫? 如果你現在開了25度的冷氣 明明室外只是3度而已 這樣的話,室內的溫度將會變成多少度呢? 有沒有科學專家? 有沒有理科仔? 可以回答我嗎? 會 真還是假? 即即試一下 神經病 我怕馬上凍死我一病 真還是假?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科學數據怎麼計算? 又是說不會 冷氣是抽走能量 就不會加能量 有個人這樣回答 我不知道冷氣是抽能量嗎? 冷氣是放冷的空氣 你平時在冷氣機的 你站在吹風的位置 冷到瘋了 吃屎啦 不是科仔 即使夏天有些人都吹到病 怎麼會呢? 冷氣機不是抽空氣 不是你電腦的 CPU風扇 抽走熱空氣 是要灌冷氣進來 正路是這樣的 不是那些人要什麼雪種 就是要怎樣弄冷 就是這樣的原因 大佬這部機 不是嗎? 現在這麼多個 你們這麼多個 李科仔都沒有一個 可以回答到什麼數據 很差 吃屎吧 李科仔 到現在都不知道 整班讀李科 都沒有一個 只有聖誕大學說 會不會不會 沒有數據 就是胡亂猜 胡亂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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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思 很差我啊 你們不知道讀什麼 這幾年來讀的理科 那些free cam 拜究竟是 給我去哪裏 沒辦法推算出來 應該 應該算那些什麼 你們連冷氣機的運作是怎樣 都不知道 很差很失望 我對於你們 身為李科仔 但是居然 對科學知識 居然比文科仔 少 我很失望 我 吃屎吧 文科仔 怎麼看 多窮 有些人說 什麼低B問題 不想回答文科仔 回答不到 回答愛因斯坦 如果有些學生 問愛因斯坦 會不會低能問題 我不回答 愛因斯坦 你會不會這樣教他 你學校的科學阿sir 科學阿sir 是不是這樣回答你 這麼低能的問題 我不回答 老師 為什麼 什麼什麼 當然是他這樣回答 老師 是不是會回答你這麼白癡的問題 我不回答 吃屎吧 這樣 不會啊 大哥 除非他自己不懂回答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心去 這些問題 我就不會回應 不懂 他自己心裡就這樣說 這些白癡的問題 我就不回答 你就是這樣 還在說 是是是是 是 你不用讀書 沒有人可以讀到書 幼稚園老師寫字 當然是寫錯字 什麼字怎麼寫 老師就回答他 白癡 這麼白癡的問題 人字也不會寫 你白癡 不教了 自己讀史片 自己去讀吧 找方法學吧 拜 那就不用上學了 沒有人 那些老師全部這樣說的話 就麻煩了 世界大亂 有人說什麼 不行的 達叔 首先分清楚溫度的概念 沒有所謂的 凍 只有暖和不夠暖 冷氣機就是把外面的空氣抽入房 即是外間的空氣抽些冷的空氣進來 然後可能 那個冷氣就是幫你製造 大概令到你室內 感覺到25度涼快 所以就是這樣 沒辦法 就是 弄暖 暖爐 一定是要加熱 有一種熱的東西 在那裡煮 這樣才可以做到 冷氣機永遠是負責製冷 沒辦法就可以做到這個工具 終於有理科仔 恭喜你是唯一一個有理據 你是唯一一個合乎科學的理科仔 因為只有你會有詳細的解釋 其餘就是 有有有有 沒有沒有沒有 終於明白了 有些人說什麼1999 很清楚 冷氣機就是把外間室外的空氣抽進來 經過這部冷氣機 原本室外是熱的 好像你平日夏天那樣 你現在室外就說三十幾度 這樣 那麼他抽了這三十幾度空氣 經過冷氣機就製成二十幾度 這樣的意思 那你的室內就會涼快 現在是冬天天氣了 外面三度 那麼他抽了一些 三度的空氣進來 然後他就 因為他的機器是不會加熱的那些空氣 那麼他就只會將你繼續加 製冷 這樣就不會變暖 所以你室內 所以你三度的時候 可以二十五度的冷氣 你也是不行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多謝達叔讚我理科仔 我你是唯一一個很聰明的 有充分理據 這樣才是一個科學的精神 很合乎這些 你是多好 四十度開冷氣 我告訴你 你少擔心 駱駝五十幾度 沙漠都沒事 不用開冷氣嗎 大哥 你說什麼 那個理科仔 是嚇人 為什麼不直接開冷氣 家裡沒有 我們亞洲人家裡 哪會有暖氣 這些東西 只有那些暖風機 那些暖爐仔 那些東西 那些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知道嗎 我家裡也有暖爐 那些一格格 好像一條條鐵片 那樣的東西 裡面好像有些油 還是怎樣的 好像是這樣 那一開下去 那個範圍是很小的 你要手控到厲害 你才會暖 完全不會覺得 整間屋都真的暖 不行的 日本人的暖爐 有些人要入燈油 還是什麼東西 就真的暖 整間屋都暖 還有什麼皮爐 那些都很暖 那些 皮爐就叫做 就真的暖到抽筋 想買回一個 不過香港買來也沒用 這麼小 你家裡買皮爐 被人打到你飛天 你把皮爐撥斷 我只能把皮爐撥斷一半才行 是 皮...皮茶機還是怎樣 是吧 總之 香港肯定是無謂的 肯定是塞不下去的 你... 放在廳房裡 放在沙發已經很困難了 還放在皮爐 除非你把皮爐丟掉去 當然你就可以用皮爐 是吧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你香港永遠無法用 冷 你就要... 冷到癡 你們想的 香港你們有沒有人用暖爐 我想知道有 偷偷地用 還在裝強壯 用暖風機的那些 有沒有人會拿一些... 我以前小時候 冷的時候 會拿一些風筒 吹自己 現在會被人罵白痴 或者我會吹在皮爐裡 然後馬上衝去睡 類似是這樣 冬天呢 我以前呢 如果穿校服呢 一回到家都不脫 直接睡一會 馬上跳進皮爐 睡一會 睡一會兒才繼續做 小時候都算撞 在中學期間 常常穿冷衣 通街走啊 踢球啊 現在老了 沒有那麼強壯 沒有那麼強壯